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老实说这个新闻的来龙去脉 我不是很清楚的 因为也不是什么国际大新闻 还是国内大新闻的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标题就吸引了我了 应该就是最近有一个国中生 他告他的学校还是告他的老师之类的 就说有一个老师每天旷课 现在不是学生本店 现在是老师本店 每天不进班教书 弄到我们成绩退步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官司就在打车 然后今天代表政府的律师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这个学生是不是你学习的态度不认真 不然的话 那个老师已经换个两个月了 你才来投诉 你是不是你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我今天我要做这个视频 就是我也是针对这句话来的 我是来吐槽这句话的 OK 他的故事背景是国中 大家知道国中是多少岁的人 13岁到18岁了最多也是18岁 中一到中五 OK 现在这个所谓的政府历史 他质疑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为什么老师旷课了两个月你才来投诉 其实我想问你了 我们大家都做过学生了 你在国中的时候也就是你13岁到18岁这一段时间期间 只要那个老师不是对你做太过刑事的犯罪的话呢 你应该也不会想要去投诉这个老师 甚至呢告到上法庭吧 不管他做什么都好 只要不是太过刑事的犯罪了 对不对 我这样讲 大家都觉得很合理 是不是 大家那时候只是13岁到18岁罢了 你会把老师告上法庭吗 不会是不是 即使那个老师没说他旷课两个月了 即使他旷课一年了 你会把他告上法庭吗 不会吗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政府律师我觉得是有一点鸡蛋里挑骨头 你要一个中学生13岁到18岁之间的中学生 因为老师没有做工两个月 你这里是说两个月太迟了 应该没有做工两个礼拜就应该要去告他了 你说合理吗 我觉得是一点都不make sense 老师讲了 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国种 老师不进来上课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教育部的问题 还是校长的问题 各种各样 可能城市的学校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其实城市学校也是有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在乡村学校读过 我也在城市学校读过 我也在城市学校读过 两边都有一样的情况 告诉你 OK 我就先说我乡村的中学 就是中一到中五的时候 看科目了 老师讲了 一些重点的科目 就老师通常都是有来上课 然后有一些不是很重点的科目 就老师真的是敢敢不来上课 还不是很严重 我在中学时代其实也只议过一个 就是我中四中五教我摸了的老师 很生气的 我告诉你 他一年就只来上课两天 开学第一天 跟学年结束的最后一天 他就来上课这两天 然后中间一段时间是不见面到晚的 其实老师说 那个时候老师不来上课 我们是很happy 老师不来上课 就是我们的free style 想这样就这样 只要不要弄到太吵 不要吸引到校长过来就好了 其实是很爽的 老师说 以前中学时期 我们也不是很需要老师 其实书都是自己读的 自己买参考书来读的 我们也没有看课本的 完全就是买参考书读 但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试用 可能有一些学生还是需要 老师充胖教导 但是我们就不需要 我们就是自己看书 所以老师有来没来都没差 但是有一些老师是很好的 的确对我们来说 是如虎天意 对我们有很好的帮助 这也是事实 OK So情况就是这样 莫那时候莫说是两个月 一整年矿课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举动 反之我们是很happy一下的 free style OK 然后后来我上到了中流 我上到了中流 那个算是一个城市的学校 不是想中的学校 另外一间学校了 然后那时候呢 那个课程表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啊 他那时候单单一个PA这一科罢了 他就分成了很多个老师来教 这个老师来教一张paper 一张paper 一张paper 然后其中有三张paper是超级fail的 然后paper就是啊 我不需要跟你们讲他细节啦 就是其中三张paper呢 就三个老师 然后那三个老师可以说是一整年 只出现两次三次啊 大多数都是没有来上课 然后一样哦 我们在课室也是free style OK 但是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成绩了啊 所以刚才我说是乡主学校吗 现在城市学校其实也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老师说了 普遍上来说 在国种这一方面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就是老师爽爽不来上课啊 所以华晓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啊 国种才有这样的情况了啊 我也不知道是教育部的问题 还是校长的问题 但是呢 绝对不可能是学生的问题 现在这一个政府律师呢啊 他在质疑学生 你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他老师不来两个月 你才来投诉啊 我整年我都没有投诉了啊 OK so 其实 我还是总的那句啊 在中学的系统来说呢 啊 老师对于学生的重要性 可能对比较前面班的学生呢 啊 老师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不是很重 因为学生通常会自动自发自己读书 啊 但是对于比较空面班的可能就比较需要一点啊 需要一点动力来推动他们读书了 OK 啊 但是 啊 无可否认的是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师 啊 啊 啊 的确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 就是啊 啊 他可以作为一个跳板啊 让我们跳去更高一个层次啊 这个是的确是一个事实来的啊 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